960年 掌握了后州军队实权的殿前都点减 贵德军节度时赵匡应 和他的几个同伙合谋 编造了契丹人入侵中原的弥天大谎 小皇帝周公帝上当受骗 命赵匡应率诸军抵御敌人 赵匡应把军队带到陈桥就不走了 当天晚上玩了一场黄袍加深的把戏 然后把军队往回开进 迫使孤立无援的周公帝让位 一年后的961年 赵匡应害怕自己的手下也对他玩这一套 就把兵权在握的宿将使手信 高怀德 王沈奇 张命多 赵燕辉等人请来喝酒 以允许他们腐败为条件 把他们手中的兵权收归国有 实际上早在此之前 出于同样的考虑 赵匡应就有了解除武将兵权的想法 而且当即付诸了行动 这个首先被赵匡应拿来开刀的倒霉蛋 名叫慕容颜昭 据宋史记载 慕容颜昭一座慕容颜昭是山西太原人 开州刺史慕容张之子 早在后汉初期 慕容颜昭就已从军 成为淑密使郭威的部下 郭威称帝建立后州后 慕容颜昭已官至西头供奉官 历任上时赴使 铁骑都于后 那时的赵匡应 任东起班行手 拜华州副指挥使 郭威去世后 周世宗柴容继位 慕容颜昭改任殿前三指挥使都孝 领袭周刺史 柴容屁股还没坐热 北汉就想浑水摸鱼 他们联合辽国大举进攻后州 想趁郭威去世 柴容出力之机捡个便宜 企图一举灭了后州 一代战将柴容怎么可能怕他们 亲自率兵反击 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 契丹人还算聪明 剑后州军骁勇一场 就都不敢救 在主将扬眼的率领下跑了 这场大战的左先锋 就是慕容颜昭 在这场敌强我弱 实力悬殊的较量中 作为左先锋的慕容颜昭冲锋陷阵 奋力拼杀 为高平之战的胜利立下手功 战后被授为胡杰左相都指挥使 兼任本州团练使 不久升任为殿前都渝侯 兼任慕州防御使 宋使就250亿略传第十 高平之战 督左先锋 以攻授虎杰左相督指挥使 领本州团练使 签殿前都渝后 领慕州防御使 显得二年955 周世宗柴荣再一次御驾亲征 这一次是攻打南唐 他很快就攻占了四 好 除等州 南唐军一处击溃 其主力怀河水军全军覆没 南唐中主李景被迫上表柴荣 请求华将而至 南唐情愿把江北之地 包括淮南十四州 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 全部献给后州 并奉后州维征说 他自己也不当皇帝了 把魏子传给了太子洪继 这次攻打南唐 自然又少不了慕容颜昭 与右省武统军宋颜沃奉柴荣之命 首先攻击南唐停泊在东周的数百艘船只 两人水陆并进慕容颜昭帅鲁军 宋颜沃帅水军 两人密切配合 以大败南唐水师的方式 其开得胜 应战功卓柱 淮南平定后 慕容颜昭升任为殿前副都指挥使 兼淮南节度 宋时就251列传第十 显得五年 逝踪在银鸾江口 温无人州述走博东州 即命颜昭与右省武统军宋颜沃讨之 颜昭已消息由陆境 颜沃都州是岩江寄进 大破之 淮南平 签殿前副都指挥使领淮南节度 960年 赵匡应发动陈桥兵变 篡夺后州政权建立北宋 手握重兵 驻扎在京河北正定的慕容颜昭与韩与韩丽坤一起 成了河北边境的守护神 有着二位寻至边境 北汉和辽国再也不敢犯之前的错误 不敢趁北宋出见而轻举妄动 所以边境一直平安无事 这份功劳不小 赵匡应很高兴 受人慕容严周围殿前都点减 成为中央进军的最高统帅 这个职位 正是赵匡应当初在厚州担任的职位 而赵匡应之所以也能轻而易举地发动陈桥兵变 兵不血刃的黄袍加身 正是败这个职位所赐 虽然赵匡应很信任慕容颜昭 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很不错 赵匡应还称他为凶 但他最怕的也是这个凶 所以当慕容颜昭与石守信 高怀德 王权兵等大将 平定昭义军节度时李云的叛乱 被加官为事中 奉赵回到禅州 经河南濮阳后 赵匡应毫无征兆地霸了他的殿前都点减之职 先认为山南东道治所设于京湖北襄阳 管辖京湖北长江以北 河南西南部及重庆东部的万州地区节度时 西南面兵马都部署 赵匡应最终完成解除高级军官兵权的计划 是在三年后的963年 而在此之前的960年 也就是赵匡应坐上龙椅的当年 慕容颜昭就被夺了兵权 可谓是被赵匡应开刀的第一人 解除慕容颜昭的兵权 调他为山南东道截度使后 赵匡应并没有忘了这位老部下 后州显得末年 赵匡应任殿前都点减 慕容颜昭任副都点减和老兄 963年正月 赵匡应想攻打京湘 想起了能争善战的慕容颜昭 便任命他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 疏密赴使 担任此次作战的总指挥 当时的慕容颜昭生病了 床都起不来 但赵匡应毫不心疼 夏令用轿子抬住他赶赴前线指挥 不知道慕容颜昭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经香平定后没多久 慕容颜昭就病逝了 终年51岁 我是一元 带来不一样的历史 谢谢大家